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雨显同心 我是主持人张耀廷 金龙年好台股真的是一飞充填 来到了2万点 台股现在有多热 不只是大盘在2万点之外 最近还有高股息ETF之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要请到 李永宁老师有人搁来到现场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说的真的很乱 有人截定存 有人拿房子去借钱去抵押 对 但真的可以吗 其实我这样子讲 其实就是说你截定存OK 我们觉得反正都是 利息是比较低的 都是一样嘛 都是投资啊或者存钱 那可是呢去抵押的话 就等于是借钱去操作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过头 风险要注意 对对对 没有稳赚不赔的好吗 因为股市 股市毕竟还是有风险 但是股票算是属于一种 这个风险高风险性的资产 对 那你房地产是属于低风险性的资产 所以你要把低风险性的资产的资金 移到高风险资产去操作的话 那你可能首先你要有那种承受压 这个叠价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可能 对我们刚刚讲全民风买 真的是这样 因为去年高股市ETF真的表现很棒 因为去年的大部分的这个高股市ETF 他们的表现大概涨幅都有五成左右 大部分的五成左右 对还超越大盘了 还超越很多的个股啊 所以呢 那 今年呢 那很多人去年没来不及上车的人呢 那今年呢 要想要再去买 然后那个价位都已经很高了 对不对 所以呢一看到哦 现在有一档才十块钱 那所以就中保新一半 说真的身边很多人原本可能不知道 但是听到十块钱好跟一下 对没有错 他想说十块难道跌到哪里去吗 对不对 就是还他还是会有风险 对对对 好所以可以看到最近真的是很多人开始抢买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有点热对不对 对这个包括股市大盘在内 其实都都已经出现相当过热的一种迹象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周线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从技术面来看这个大盘呢 其实你看这个周线他从这个 17000多点呢 就是一口气呢就涨到了20112 就一直在创历史性高 全民欢腾 对他在其实他在短短八个礼拜之内 就两个月之内他就 他就涨幅呢就高达了2961点 速度上快吗 对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呢他的这个你可以看 因为他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周线连八红 连周线连八红呢 所以让他的技术指标变得非常的热 就已经有点过热的迹象了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们从技术面看呢 他其实呢这一波 这个八个礼拜的上涨的过程之中 他出现两个跳空缺口 那大家可能觉得跳空缺口有什么意思呢 跳空缺口就表示怎么样 周线出现跳空缺口不常见 那尤其是在这么高档的时候 出现跳空缺口不常见 那为什么呢 因为跳空缺口出现通常是表示怎么样 投资人太过于激情 那大家都就是一窝蜂的都买进去了 所以呢他这个开盘价就直接跳过前一天的这个高点 直接拉上去 对直接拉上去 那所以呢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呢第一个你技术指标已经过热了 然后呢又是在历史的高档区 那你还这么激情 那通常我们都知道呢 那股市呢通常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繁华落尽 那就是呢当大家最激情 全民都疯狂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呢股市大概就差不多见到一个高点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 按照过去历史的经验 接下来的可能的两种走势呢 就是第一个 大概在18,500到21,000点这个左右 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就会横向区间震荡走势 第二个呢就是震荡拉回到哪里 拉回到17,700点附近 那不管是哪一个走势 它的期间呢大概从 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起算 那大概就是8到12周 就是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大概要整理这么久 它才有机会呢再突破 或者是往下走或者是再突破 都有可能 那其实已经有出现一些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个股 尤其是像所谓的IP股 其实他们的跌幅都已经非常的深 像是世新KY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这档股票的股价 它从4565块跌到4300 跌到4300块 它跌了100多万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注意一点 就是说虽然这么高价的高价股 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 可是呢你要记住啊 因为呢高价股是股票的龙头 我们所谓的龙头可能大家都会想说 啊一提到龙头是台积电啊对不对 可是呢真正的龙头是属于高价股 所以你去注意看啊 每一次呢当这个 尤其是电子股开始涨的时候 一定都是这一些的高价股先涨 先涨 他们的龙头呢 因为今年今年是龙年嘛 那这个龙头呢先上去了以后 那么龙升龙尾才跟着 动起来用比价的效应 那现在呢这些高价股开始往下摔的时候 那是不是呢后面的龙升龙尾 也要跟着慢慢大家要跟着往下走 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当然最近很多股票会说 可能是ETF买上去的吧 会不会被迫买上去了 OK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ETF能买的股票毕竟还是有限 那其实应该说两股力量 那ETF当然是其中之一 可是比较主要的力量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外资 因为外资呢 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3月中旬 买的很用力 买差不多有将近6000亿的股票 因为在史上来讲的话 在历史上来讲的话 大概也可以创下前三名了 那所以呢外资本来就一直在鼓吹 一直在把这个大盘往上推 尤其是因为他买了台积电买了很多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之前他们大概合计买 差不多66万张左右的台积电 66万张很多 对不对 所以他就等于算是一支台积电的50 就是一直往上拱 那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一下 那其实呢 ETF之乱当然也有关系 因为像是00940他这个募款的时间 还没有截止之前呢 其实券商就自己在喊停 自己喊咖吓死了 对吓死了 大家想说那么多人去认购 那么多人认购你的这个 为什么不收呢 对你应该很开心啊 对不对 因为实在是太疯狂了 那有人去解这个定存 有人去质押房地产 然后去再去买这个 那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了 所以其实券商自己本身也很害怕 那另外呢就是也引起了这个 我们的金管会啦 甚至于连央行总裁都出来讲话了 那其实呢我们这样子讲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高股息之乱 ETF之乱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呢 ETF之乱 大家都认为说是00940惹的货 那其实呢 这个跟这个00940的发行券商 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就是卖一样商品出来而已 那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样 对大家进来抢 这个不是我叫你进来抢的 那么最主要原因是要这样子 因为AI热潮嘛 就是刚才雅婷有讲到嘛 因为去年这种高股息AI 高股息AI概念股 还有高股息ETF 对那个涨翻掉了 那么所以因为AI热潮 所以带动了AI概念股为主要成分的高股息ETF 大涨 那所以呢让大家都觉得 哇这个可以买 为什么可以买 因为呢高股息大家顾名思义 就知道因为它第一个你可以赚到高值利率 第二个呢你又可以赚到高价差 事实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有所以就房子也拿去 对所以大家就要买 可是呢问题在这边 已经挂牌的高股ETF呢 股价都已经比较高了 可能30块了 然后这个几十块了 那大家买不下手了 那这个时候呢刚好009次他发行 他又刻意把他的这个价格发行价格压低 压低到10块 那大家想说我30块的我不敢买 10块的我还不敢买吗 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呢一窝蜂的就涌进来了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这个高股ETF之乱 好那他对于股市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 他其实对股市的影响真的是有限 他对新对投资人的心理 对市场的情绪的这个稳定呢 他是有冲击的啊 可是呢他因为呢 我们在台湾呢 大概有49 现在是49档被动型的ETF 那么他总市值 占总市值 占我们台湾股市的总市值 他百分比只有3%而已 3% 那所以他其实他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这个跟新闻版面差很多 对 之前之所以会引起一个风波 其实很主要一个原因是 因为呢大家都认为 哇有这么便宜的高股ETF 我赶快去抢 可是呢到了之后 要有一些的这个财经专家啦 有一些分析师呢就跟大家提出警告 就是说哎 还没有开始进场去 这些的高股ETF 像0090年 他还没有进场去买 买股票的时候 买他的成分股的时候 他的成分股 因为他事先要揭露 对 他事先要揭露 所以我有哪一些啊 对 我要是我的成分股的名单 那那可是呢 就看我们就看到呢 那个 这个法人的进出表就看到 哇 很多人的投信呢 已经开始大幅多的买超 从3月1号就开始 他一公布他的这个成分股 他就开始买了 就已经有投信进去买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不能进去买啊 他要从这18号开始才能买 那 结果3月1号就一大堆投信进去买了 已经被买上去了 对 这个时候呢 就有就有这个比较懂的这些专家 投资专家就提出警告 就说哎 小心哦 可能会有法人在吃这个00940的豆腐 怎么说吃豆腐呢 你还没有进场买 我先把他的股价买上去 那然后呢 等到你要进场买的时候 我就把这货倒出来 要再提出这个警告 后来大家想说 哎 对合理哦 对不对 所以呢 已经认购的人呢 就很紧张了 就很紧张 那我那我先不买好 那可是呢 因为这个你认购是要签合约的 在他挂牌之前你不能卖 要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才引起了这个一些的纠纷啊 这个支乱啊 那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看啊 经过这一次的经验以后呢 投资人盲目抢购ETF的情况 将不会再重演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了 对 那而且呢 成分股超涨的情况也会减少 也会降低了 那再过来呢 被动型ETF 渴望回归低波动率的正常状况 对这才是正常的嘛 对 那低波动率 什么叫低波动率 就是它的价格 它的股价呢 它的涨跌幅不会太大 因为高股ETF 它最讲求的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高值利率 一个就是低波动率 那所以呢 在这种 在去年 这些高股ETF 都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它变成了低值利率 高波动率 高价差 对 对 就变成变成这个 跟它的原则不符合 去年算是个例外吧 是个例外 没有错 非常严重的例外 那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加快 会加快推出主动型ETF的脚步 那这个今晚会主委 也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那这个主动型ETF 好所以听起来 好像大家会担心 又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它的影响 其实没有那么大 其实不会那么大啦 主要是市场心理的问题 那因为新闻一直传播嘛 没错 大家就会觉得 哇好热好热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次 你已经买了 或者是你接下来想要投资 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 到底买了什么 对没有错 风险有多少 而且呢 它的风险是这样子 因为呢 从去年开始的这个AI概念股 带动的这一波的 这个高值率ETF的大涨 让大家都认为说 我们买这些ETF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我们是一篮子的股票 不是单一的股票 所以当股市崩盘啊 或者是大跌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就跟八爪章鱼一样 它可以站的比较稳 不会像单一个股这样子崩跌 那其实呢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来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 其实呢被动型ETF呢 它对于成分股 对于成分股来讲 它是有助涨 而且有助跌的效应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上涨的时候呢 它会进入一个涨价的循环 怎么讲呢 就是说它成分股开始涨价了 我们回想一下去年呢 这个AI概念股 对不对 它的成分股先涨 那然后呢 它就带动它的ETF呢 价格的上涨 那它带动ETF价格上涨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到了 那因为呢 你去成分股 它的涨幅比较大 你已经不太敢去买了 不敢不敢去追了 那ETF可以啊 所以大家就会跑去买ETF 甚至于连外资都进来买ETF 那因为呢 你的资金进去了ETF里面 它就必须要拿来买股票 那买什么股票呢 买它的成分股 所以呢 它的ETF呢 它就要买成分股 然后呢 它的成分股就继续涨 所以它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可是呢 同样的你反过来看 当它这个股价在 这个股市在下跌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哦 你要注意哦 它会进入一个叠价的循环 怎么说呢 涨的多叠的也多了 对 成分股呢 叠价的时候呢 ETF价格是不是就会跌了 那ETF价格跌的时候呢 投资人是不是就很害怕了 然后赶快卖一卖ETF 那你卖ETF的 它这个抽资金抽出来了 对不对 那ETF呢 就必须要买它的成分股 所以成分股的价格再跌 所以力量会变更大 对会加倍的 这个买的时候力量会加倍 那卖的时候力量也会加倍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投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 已经上车了 其实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OK好 那还没有上车的呢 评估一下 可以稍微的观望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 那高股息之乱的这个原因呢 是这样 这个应该说十大成分股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讲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呢 他们这个十大成分股 然后它的权重是多少 那大家注意看 因为呢 这个据这个媒体报道了 在4月1号上架前呢 这个009世纪 它募资大概是1700亿 我们就以1700亿来算好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像ETF呢 被动型ETF 它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我今天募资完成 在我上架之前 在挂牌上架之前 我的买的股票要达到我资金 募得资金的70% 一般来讲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子 可是呢 有的时候呢就比较 特殊的状况 像目前这个情况 比较特殊状况呢 它可能会买到九成 他可能会买到九成 一口气就买到九成 那我们现在假设呢 他如果是买到九成的话 那大概就是要买1530亿的股票 我们就算1500亿好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现在以长榮为例子来讲的话 他权重是9.2% 对不对 那你用1500亿呢 去乘以0.092 就是呢 他要买的金额 就买140亿 那140亿 我们按照呢 目前的长榮的股价来折算的话 他大概要买到8万张 这真的是很大的数字 这是觉得力量也蛮大的 对 其实力量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 同样的计算方式来算 大概呢 像是联电也买很多 中美金也买很多 那这个神机也是 那汉唐呢 还有这些 那这些的 还有一些他只能买的 3400张 3300张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高价 联发科 对没有错 所以呢在这些股票里面呢 有一档股票是比较特殊的 来我们跟大家看一下 那这档股票呢叫汉唐 那为什么说汉唐会比较特殊呢 因为呢 他在这个3月13号开始 一直到3月26号呢 他是被处置的股票 他就是分盘交易 那所谓分盘交易 就是5分钟才能成交一笔 关起来了 对就被关紧闭了 所以呢他的成交量 会变得非常的小 在这个3月18号之前呢 他的每天的平均成交量 大概只有1000多张 顶多2000张而已 哇那跟那个ETF 又买清云的量比起来 对对 去年他EPS24.8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即使他没有被纳入 这个ETF呢 他其实他有他的利多存在 那二元营收算是年减了 那可是呢他配发现金股 是已经宣布了配发21块 21块呢跟他这个换算起来 他的值率大概是5%以上 那也不错 所以就是高值率的高股息的股票了 那么那在大家看 那0090 ETF呢 他这个募集资金突飞1700亿 那算起来呢 他大概我是用70%来算的话 他大概要买到9500张了 那所以那可是呢 因为他是在被关紧闭 对 所以他的成交量非常少 刚讲大概2000 对2000多 那之后呢又慢慢增加了啦 所以他每天能买到的股票 因为我们算他二分之一 算一二分之一来算的话 就是大概一天只能买个1000张啊 顶多打死了2000张这样子 所以呢他的买盘会比较持续 会蛮持续 当然了之前这别的投机呢 已经买了一堆上去了 买起来等你了 等起来所以他会卖 所以可能呢在上架之前 他的股价可能还会稍微震荡一下 可是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 他不是这个只有有名无实的股票 事实上他的基本面是很强的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股价 这是周线图 那大家可以注意看 比较重要的重点是 他3月1号到3月20号的涨幅 已经高达百分之52.8% 其实涨幅真的 他已经飙上去是不是也过高了吗 有一点点过热的感觉了 那分盘交易呢是3月13到26 所以呢他27号开始 他恢复正常的交易时候 那个时候存交量就会放大 那存交量放大了 那会不会还能不能够再往上拉呢 恐怕要观察一下 所以现在呢看到我们影片的投资朋友呢 要不要去追这档股票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因为毕竟你看他在前面 20天不是20个交易日 还要扣到假日 对 就已经涨了50几% 对没错 没错啊 他真的这个 其实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他就涨了50几%了 所以涨幅已经有点大了 所以投资朋友可能要小心一些 观望一下 对对对 好那另外再来看到中美金 OK再过来中美金呢 中美金他的这个基本面的表现 也还算是不错啊 而且呢他是做矽晶圆的嘛 矽晶圆库存呢 会在第二季才会去化完毕 所以下半年会开始重启拉获 他上半年的说实在话 他上半年的业绩的表现 其实并没有说非常的好 可是下半年起来会不错 那而且呢预计今年太阳能业务呢 他会双位数成长 再生能源他的成长会超过三倍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技术面啊 好那这个是他的月线图 这月线图呢就很有意思 因为他的月线图呢 其实比这个刚才我们看的汉唐呢 要来的强一些啊 那汉唐他有个利基 还有个题材性的利基在哪 因为他是呢台积电概念股 所以如果呢只要台积电的这个股价呢 能够维持强势的话 汉唐不会弱 那中美金呢他其实做矽晶元的 他其实跟这些半导体 当然有绝大的关系 那这档股票呢 跟汉唐的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他的涨幅其实并没有很大 并没有很高 像他三月份的这个涨幅呢 大概只有汉唐的一半 差不多只有一半 那而且呢你看他的月线 在这边用了两年的时间 做出来一个圆弧底 也凹很久了 作为圆弧底 用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你再看他的这个大量 他的史上的最大量 高点是在178块半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站上最大量的之上了 那表示怎么样 表示呢他是出现一个大量 足底的一个走势 那这种来讲的话 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比较稳一点 对他上涨又没有套到压力 所以呢这个对多头是比较有利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股来到2万点的同时 那大家除了关注刚提到全支股 台积电 台积电大家本来预期 可能年底才会冲上去 结果过完年就一发不可收拾 也带动了大家对股市的关注 所以在00940 因为10块钱便宜嘛 月配息 对 所以大家都来了 但是永年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要讲客股的话 我会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 应该可以用定时定额的方式 逢低承接台积电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 还不错的一个操作 那至于说像是00940 这些高股息的ETF来讲的话 尤其是00940 那我是觉得说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一个 这个ETF之乱了 所以在短线上来讲的话 他可能会进行一个 区间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而且我们要注意看一下 因为现在加权指数 已经在一个相对高档了 我们不排除他短线上 短中期大概就是一个月两个月 他可能会稍微要整理一下 所以不用急着进场 我们做逢低承接的动作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买ETF还是买这种GEO股 其实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长远 对只不过说 进场点要选择好就对了 在你要投资之前还是要来做功课 好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股 还有他的风险到哪里 可不可以承受 感谢大家收看前动心 接下来的工商服务时间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好看吧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不得大 未经许可不得大 优优独播剂